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刮毛不好 毛毛以后长出来又多又粗又硬 更难看 哼 这就是胡说八道了 毛囊数量都是固定的 刮只是让毛的断层面变大 这些是视觉效果 要是毛毛一刮就变多 谁还愁脱发呀 脱毛大法之三 抹 怕疼晕血的姑娘脱毛膏来帮忙 她能溶解毛毛里的蛋白质 让体毛变软 自行脱落 一准上市的三有产品 都相对安全 终极脱毛大法 收 麻毛刮毛使用脱毛膏都是暂时性脱毛 要想永远杜绝毛裤腿 还得靠激光 毛毛生长呢 有三个阶段 激光脱毛瞄准的是生长期的毛毛 即使在同一个毛囊 毛毛的生长期也有先后的顺序 激光脱毛一做就得半年 做多次才行 但效果也是最持久的哟 激光不是用来打仗的吗 呜 好可怕 脱毛用的激光跟科幻片里的 哑哑激光枪不一样 它处在非常安全的波段 发生副作用的概率只有1% 但有一点得注意 要是皮肤比较黑 很可能被激光误伤 脱毛钱了半个月 一定不要被晒黑哟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